中国国奥队卡达尔征战U23亚洲杯 相继赋予日本韩国 未能出现但也有收获 U23亚洲杯给国奥队更多启示 中超上海两强实力突出 超级周末让两队得失难辨 也让得比按战日趋激烈 苍州奥斯卡对入籍中国充满期待 得失之际面对思考 您好球迷朋友 足球之夜正在为您直播 在两场小组赛之后 这支历史上最年轻 同时也是参赛经验最少的国奥队 已经是宣告无缘巴黎奥运会的足球比赛了 两场比赛的第一场对战日本的时候 咱们在很多的时间是多打一个人 第二场对战韩国队的比赛 上半时创造过很多的机会 但是都没有能够拿到分数 不知道您在看这两场比赛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和感受呢 欢迎您在收看咱们足球之夜节目直播的同时 在央视频足球之夜栏目下方的评论区当中 写下您自己的看法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 您如何来去评价中国国奥队 过去的这两场小组赛 从我个人来讲 说实在话 跟韩国队的那场比赛的上半时 是我认识这支球队以来 他们提的最好的这个上半场 但是没有能够改变结果 也没有能够改变命运 说实在话 在一场事关出现的生死的 这个较量的赛会当中 去找球队的亮点 有点黑色幽默 同时也没办法 这是现阶段各级别 我们现在国字号球队 必须要去面临的现状 无论结果如何 我们的前方的同事 还是一直在去记录着 这支球队从到达赛场以后 开始的点滴 毕竟这批队员们 他们实实在在的 为自己的梦想和青春努力过 第一场U23的比赛 是咱们中国跟日本提 当时我看的是直播 听到日本球迷的诸位声音 特别特别大 第60多分钟的时候 我就当时很仓促地 把机票就买了 就想来 想把这个咱们中国球迷的声音 再加大一点 因为这个U23国傲的 毕竟他们都是孩子 但是我感觉他们也需要 咱们球迷的支持 来自河北苍州的球迷王淑青 连球票都还没有购买 就订好了飞往卡塔尔的航班 出发时的他单枪匹马 但还有与他抱着 同样目的的中国球迷 也纷纷赶来 因此在多哈的这个下午 支持中国国傲的球迷 聚集起了不小的规模 他们倾其所能地呐喊 不想在看台的阵势上 输给对手球迷 我们今天在看台上 我们尽力了 我们已经很尽力很尽力了 跟两个兄弟 我们嗓子都已经死咬了 一直在全场战斗 确实是两连败 对不起就是球迷嘛 然后包括现场支持我们的 其实听到他们在呐喊 我觉得也是非常对不起他们的 其实这个球队输赢 是他们的事 我们其实就只是支持一下 表达一下我们球迷在 一直在 让国家队的这个孩子们觉得我们这个球迷没抛弃 没放弃他们 我们不远万里来过来给他们加油助威 让他们感觉到我们 那个咱们中国球迷一直在关注他们 也一直在为他们加油打气 听到这样的话总是很感动的 这样的话对于中国国傲队来说 也是异常珍贵的 因为国内舆论对于这支球队呈现出的总是苛刻的一面 基于对这支球队成立五年以来所有比赛表现的客观观察 他们不被看好也许在清理之中 但在客观的评判之外 常常掺杂着背离事实的猜测 甚至言语伤害 这让球队五年来的路走得很艰难 说起这个球队又也是比较历经困难嘛 也比较波折 其实每一步吧 助力 加油 我们也没有走错 但就是很困难走 上场以后其实尽力地再去表现自己 也想为球队取得胜利 也想为球队取得进球 所以我在这届大赛没有一个好的表现 还是有些遗憾吧 还是希望球迷们能多一些包容 谢谢 前两年也经历了一些事情 磕磕绊绊 球迷可能也对我不满意 但是我对我自己是最不满意的 我觉得这不是我的水平的现状吧 我觉得我还是能做得更好 能成为一名更好的球员吧 时间回到4月16号 在球队即将前往贾西姆本哈马德球场 进行与日本国奥队的首场U23男足亚洲杯比赛时 我们收到了穆塔利福因商退赛的消息 而在4天前 全队才刚刚拍摄了比赛服的顶装照 准备了两年 临近比赛不到一周就受伤 其实对我打击也很大的 我自己心里也很难受 那这个消息现在已经公布了吗 现在这件事情有跟爸爸沟通吗 有跟他说了吗 他说首先还是很遗憾 因为他知道我们这两年准备得很辛苦 然后我对这次比赛也是很期待 但他也是让我不要太难过 因为无论是足球运动员还是作为普通人 在生活上都会经历一些坎坷 都得挺胸跳过去 4月16号下午 出现在第一场对着日本国奥队比赛的看台上 这可能是穆塔利福陪伴和支持这支队伍的唯一方式 但也是内心最遗憾的方式 殷商退赛 如果是属于穆塔利福个人的遗憾 那在本届U23亚洲杯上 与无数次破门良机失之交臂 应该是属于全队每一个人的遗憾 对我们来说机会有挺多的 但我们没有把握住 缺少这种的把握机会的能力吧 可能我们一个逼进球没进 对方一个反击就进球了 可能这就是足球吧 可能他们比我们强的地方 也是最致命的一个点 包括我们的联赛也是一样的吧 前场你看能进球的大部分都是外援 所以也体现到我们这个队伍上吧 我们这队伍在联赛里面 踢前锋进球的不多吧 然后可能面对这种比赛 在门前处理 包括冷静啊 还有脚法的利用 还有这种 这是我觉得可能练 是很难练出来的吧 前场也是 这场也是 没把握好多机会 然后就始终没进球 如果能进球的话就算是还好 我感觉高空就方便 这方面就是把我防得 就是感觉个人来说 这个高空就防得很好 然后我就这方面有点吃亏 最后一脚上面 还是需要再狠一点 特别是二点球 再进去里啊 反应再快一点 就是自信再足一点 可能那就会打进吧 首战 一张改变场上攻防局势的红牌 也许曾让我们无限接近一场 对日本国奥的胜利 但若真想要得手这样的胜利 却并非那样简单 每场比赛 每一支球队都有表现好的方面 和表现坏的方面 中国队多打一人的局面 整体上还是挺困难的 因为大家都认为 我们在长时间内十打十一 理应进更多的球 赢下这场比赛 但是实际上场上的局势 并没有这么简单 对于在场上少打一人的球队来讲 他们防守的决心会更加坚决 他们会更多的 在防守上付出更多的精力 我可以看到 日本队投入了八名球员 在防守当中 所以对于中国队来讲 对于进攻方来讲 变得耐心一些 就十分很重要 我们要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 不要太快 不要总是把长传球打到前场 不要总是试图 着急地进攻 而且显而易见的是 日本队更有经验 因为他们跟很多强队交过手 比如说阿根廷 美国 墨西哥 此外 日本队还有五名旅欧球员 他们的经验十分丰富 很明显 日本队的表现 是更具有比赛能力和比赛经验的 国足主帅伊万科维奇 也出现在了中国国奥队 前两场小组赛的看台上 他此行的目的是 为成年国家队考察年轻球员 他说 在看完与日本国奥队的比赛后 已经有一名球员 进入了自己的视野 目前伊万科维奇 已经回到了中国 他在采访中曾一再强调 一到两场比赛 并不能说明国奥球员的实际情况 他们还是应该为自己在俱乐部中 尽可能多地登场而努力 4月19号 与韩国国奥的比赛直到结束 球员们还在和裁判团队做着沟通 他们不是要试图改变什么 而且在品尝到失败的滋味背后 种种遗憾滋生了不甘 他们在这一晚可能难以释怀 但显然这也并不是什么坏事 你也知道我们准备这种比赛 然后也挺长时间了嘛 然后大家可能都对这种比赛 然后有一个憧憬 或者说是有一个愿望吧 就很可惜吧 就是没有能实现 冲击巴黎这奥运会确实难 但是还是有机会的说说 第二场比赛大家也看了 其实我们的机会比他们多太多 我们从来没有畏惧过 但是还是吧 我们得回去去总结 去多提比赛 足球比赛肯定大家都希望赢 但是包括上一场 真的大家都非常非常想赢 这场也是一样 这场大家都赛前 包括大家也都憋着一股劲 都想取得一个好的结果 然后可惜了 比赛输了就是没有借口 输了就是输了 再可惜也没有用 后悔也没有用 只能说通过以后 去不断地去积累经验 然后去打回来 通过这场也看到了 就是说我们跟他们没有差距 也是不可能的吧 就是但我们就是今天这场表演 也打出了自己的内容 我不觉得有差距 有什么差距 这场上就是55开的球 对啊 是我绝对没有什么差距不差距可说 在场上都是圆的 我管他们多呢 但是就做好准备嘛 就是我觉得他们的一些个人能力吧 可能会比我们稍微强一些 然后 然后他们的整体的这种 在他们感触这种配合 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再自信一些吧 但是我们整体在拼劲上 在这个气势上 我们绝对不输他们 我觉得只要队员努力了首先 对吧 我们就比较满意 当然在努力的过程中间 自己要不断总结 要不断去提高 不断地去学习 希望就是在以后的比赛中 包括下一场比赛中 能有这种机会的时候 能把握住 这一届出征卡塔尔的时候呢 其实当中带了不止一名队员 是下一届奥运会的士林的队员 也就是可以想见 我们把目光都放了会更远一些 可是我们必须还得去想好 就是这一支球队 它没有太多的比赛的经验 而这样的问题 以后该如何去解决 我们的联赛当中 还能够给我们提供 多少的这些新人展现出来呢 这些都是问题 所以90分钟的比赛 它除了是结果 可并不是一个问题的答案 这一次小组赛的分组当中 我们和日本韩国阿联酋 是分在同组 两场比赛提完了 真刀真枪的正面对抗 相信大家对于 这两支球队的同龄人 这些球员们 他们自己会有很大的体会 而我们作为旁观者和见证者 也同样在记录这一切 在2024卡塔尔U23亚洲杯 小组赛两轮过后 与中国同在B组的 日本和韩国国奥队 以同样的胜利场数 和相同的进球数 成功晋级八分之一决赛 尽管比赛的结果相同 但过程却有着不小的差异 在4月15号 在日本国奥与中国国奥的 首战赛前 在日本队的开放训练中 可以看到 日本队的每一位球员 都表现出极高的专注度 当问及是否有针对性战术部署时 大阎刚固步迷阵 没有特殊的战术安排 中国是一支很好的队伍 我们分析得很透彻 根据分析从比赛开始 我们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而日本国奥在球场的表现 并不像大阎刚说的那般简单 赛前 日本队针对中国队的战术特点 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部署 调整了球队的防守 与快速转换攻势的战术 在封闭训练中 反复演练定位球和快速反击 这些都在比赛中得到了体现 在杯赛开始前 他们已将目标 锁定在了杯赛的冠军上 我们本次的目标还是要好好比赛 我们要夺冠 要获得前往巴黎的门票 我觉得参加巴黎奥运会很重要 赛前我们开了六次准备会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提高专注力 如果我们集中注意力控球 比赛的时间就会变多 反之一瞬间注意力不集中 可能就会决定比赛的结果 正如队长赛前分析的那般 日本队在比赛一开始 就展现了足够强的控制力 一开场就取得进球 也是对技战术成果的体现 能进球真的太好了 进球后就想着能够取胜 本场中国队表现得非常有压迫性 所以很困难 我认为能取胜真的太好了 尽管取得了一球领先 但后卫球员西尾龙使的红盘 使得球队少一人作战 球队不得不在战术上做出调整 尽管人数劣势 日本队通过紧凑的防守 尽可能限制了中国队的进攻空间 因为中国队在很好的状态下 进行了比赛 所以在90分钟内 我们被折磨的时间很多 不过还是做好自己 看自己的表现吧 在这种困难下 取胜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4月16号稍晚进行的小组赛 韩国对着阿联酋的比赛中 韩国队的两条边路进攻非常坚决 最后也是凭借边路进攻创造机会 捕食阶段 李永俊利用定位球 敲开了久攻不下的阿联酋大门 我按照我们赛前准备的方式 取得了进球 心情真的很好 因为泰西哥的传终真的很好 所以首先想向泰西哥说声谢谢 这个进球也让我感受到了 联赛的进球节奏很不错 李永俊效率于韩国上午队 是一名现役军人 因此在进球后 他的庆祝动作也十分特别 我现在是一名韩国的军人 所以首先我要以军人来要求自己 守护好军人的形象 就算进了球 也绝不能有任何傲慢的庆祝动作 比起这个通过军人举手敬礼的方式来庆祝 这样回味起来更好 报名身高1米92 李永俊在韩国队员中显得十分突出 在小组赛第二场对阵中国队的比赛中 打开进球账户的李永俊 获得了首发的机会 在本场中国国奥的全场压迫打法下 他的射门机会并不多 但在有限的射门机会下 他将两次运动战的射门 转化为了进球 这两列进球更多源自 他在门前的出色洞察力 和良好的射门脚感 而这背后是他在联赛中 有着相同位置的稳定出场机会 首先为了对战与中国队的这场比赛 我们准备了很多 这不是一场容易的比赛 但我们还是取得了胜利 第一场比赛是关于定位球的 但这次在运动战中 我们又取得了两个进球 对此我非常高兴 下一场对战日本 虽然每场比赛都不会是一场轻松的比赛 我要开始准备了 独立让大家看到一场精彩的比赛 对战阿联酋的比赛中 日本队在阵容上进行了大面积的轮换 首场对战中国队的比赛中 包括腾田让留在内的7名队员 被安排轮换休息 在11人应战的情况下 本场日本国奥表现出了较强的场上控制能力 场上控球率也高达58.7% 本场两个进球来自中后卫 穆孙城二和后腰穿起撒泰 本场在战术层面还是有没有做好的地方 在个人方面我有些投球的处理不是很好 以后还要继续加强训练才可以 重新开始 不过能以2比0取得胜利真的是太厉害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所以我想继续保持这样赢球的态势 一起努力战胜韩国 下一场对战韩国队一定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比赛 但我认为这只是我们亚洲杯中一场普通的比赛 本届日本和韩国国奥因为部分旅游球员无法前来参赛 球队整体实力并未达到最佳 但随着U2340球员在本国联赛中逐渐展露头角 其在整体战术熟练度上有一定的提高 23岁以下亚洲杯继续进行 中国队小土赛最后一场迎战阿联球队 足球之夜持续关注 在看对手的时候 我们又想起很多中国球员在和日本韩国T1以后 都会有这样的表达 好像实力差距并没有那么大 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取胜 这个问题做起来很难 因为我们一直其实都在做了过程当中 可是想起来好像这个道理也不是那么的复杂 那就是有更多的球员刘洋提高这样的比赛 还有更多的球员可以在我们本土的联赛当中 提上更高这样的比赛 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中超联赛的质量 应该说要比过去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比方说你像上海海港队和上海生花队 这两支互上的球队 目前还是保持不败的 上一轮的联赛当中 北京国安是在客场和上海生花 是打出了一场平局 而泰山队则是在客场跟上海海港队 是奉献了一场大比分的比赛 两支球队在积分榜上 现在是一块在往前走 因为他们马上要去面对着 接下来要到来的上海得比战 而那场比赛相信也会是很多球迷所去关注的焦点 上周六的傍晚 上海生花队迎来老对手北京国安队 这是两支球队在中国顶级职业联赛历史上的第64次对决 此前的交锋中 北京国安队28胜14平21负略占上风 在过往的30年 两支球队不断缠斗从未停止 或许不仅仅因为他们是从未错过的对手 是中国足坛仅有的可以一直保留 深花和国安这两个字名字的球队 也或许是因为在很多人心目中 这是中国谁是最好的城市的另一种较量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文化的碰撞吧 其实30年来起起伏伏 但是我觉得说只要能给球迷奉献精彩 就是最好的一个碰撞 两队上一次交锋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 那场比赛恰封国安队史上第一千场比赛 看台上的巨型tifo至今仍令人惊叹 52500人的上座率 超越了当时刚刚结束不久的 拥有梅西的阿根廷国家队在新工体的上座率 这一场惊呼大战 因为场外修建地铁 上海体育场暂时只能开放三万两千个座席 本场上座率达到了三万一千九百四十一人 足球场上的第十二人之争 国安和申花从未停歇 对 首先像这样的比赛 我们也知道每场球都会被写进历史 所以我们都想要在这场比赛中留下一个好的印记 然后当然了上海的主场也非常的好 然后球迷也营造了很好的气氛 我们都想为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我觉得最后平局大家都可以接受吧 8月4号 上海申花队将前往北京 在工人体育场再次上演惊呼大战 两队的球迷也在三十年间 维持着一敌一友的关系 这场比赛前 上海体育场还上演了这样温情的一幕 看台上所有球迷打开手机灯光 一起唱着夜空中最亮的星舞 在4月5号的工人体育场上 国安球迷用这首歌 向一位适适的国安球迷致意 当国安球迷来到上海 申花球迷用同样的方式 在上海八万人体育场的夜空中 点亮了手中的星 国安有一位女球迷去年是全年参加了 参加了科长的比赛 然后去世了 所以是献给她的 然后大家都是 赛场上都是可能是竞争对手 但是赛下还是大家也是 就是大家都是球迷团队嘛 都是还比较希望就是大家一起跟和谐的相处 然后大家都一起加油吧 我感觉这个事情就是 就是生命大于足球吧 我是这么觉得的 我来看今天这场比赛呢 主要就是看 合卫队解散之后 转会到申花的几个球员吧 但是很可惜 他们今天有的都没上场 张薇转会到了青岛海面 苏介到了青岛海面 然后还有这个包海雄 今天是首发 还有崔林受伤了 还有北京国安有一个张成诺 他今天也没上场 所以说看到场上这种热情喷嚷的这种氛围 我感觉很可惜 我特别怀念我们那支解散的球队 我希望就是每一支解散的球队 就解散之后 他们的球迷都能重新迎来他们自己的球队 能够重新迎来扎根这个地区 然后好好搞清绪 能够扎扎实实地打上来 不管是在哪个级别 中冠 中以中甲 甚至永远都在低级别联赛 我觉得我们都永远支持他 好高骛远的一位追求超高投入 晶圆足球 真的不可惜 在中国顶级职业联赛的历史上 已经拥有的同城得比有上海得比 广州得比 北京得比 武汉得比 天津得比 和今年的青岛得比 另外一方面 京户得比 京鲁得比 京金得比 京月得比 都在不同时期被称为国家得比 关于哪两支球队才是属于中国顶级联赛的国家得比 一直被球迷热议和争论 至今尚无定论 但可以肯定的是 传承三十年 一直竞争和成长的金户大战 在国安和深花球迷心目中 一定是那个不能缺席的现场 星期天的晚上 属于上海的足球颜色 在上汽浦东足球场外 是鲜明的红色 当人们来到距离球迷入场口 最近的这个餐厅 空气里弥漫着属于上海红烧肉 独有的甜香味道 从除名岛来到浦东 追随海港队的忠实球迷 每次都会乘坐大巴车 统一来到赛场 球迷一期说实话 已经进入职业生涯末期了 怎么说呢 就是安屋以我们这种 比较老一点的球迷来说 可能就是有点看一场 少一场的这种感觉 很珍惜是吧 今天因为也是 严峻林三百场的 一个里程碑的时刻吧 你怎么看待严峻林 在这个球队当中的作用 严峻林 他其实就是国家队一门的水平 真的是国家队一门水平 就是他能在海港一直效率到现在 大家都很高兴 并且他我们也见证了他 从一个矛头小伙 到现在的就是定海神针的一个位置 还是祝福他 祝福他的职业生涯能够长久 能有四百场 五百场 三月份国家队与新加坡队的 两场试预赛结束后 回到海港的第一个主场 球迷们用了很多心思 给予国家们最大的鼓励与安慰 打进一个进球和球迷们 我们在你身后抬起头的表达 给了张林鹏 莫大的安慰与鼓励 崇明一七的严峻林 张林鹏 蔡惠康 吕文君 王申超 吴磊 被称为崇明六虎 这支球队 很大部分的球迷初代组织 都来自于对于崇明岛一七的 这些球员的喜爱和追随 如今超过33岁的他们 在出场时间上有所不同 然而从小一起成长 17年前就获得过 第一个重要冠军的他们 重聚一起后 还对新的冠军有新的渴望 从内心也好 因为今年联赛开始之前 我也说过 因为我们还没有缠联过冠军 所以这也是我们 非常渴望的一个目标 然后在杯赛上面 也是我们这些 从小到大一起成长的球员 还从没有得到过的 所以在竹节杯上面 我们今年肯定也希望 有一个突破 所以还是 但是这些都只是梦想 还是我们现在把 还是一场一场来 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到 就是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 因为现在有很多球队都是专业球场 这个其实也是会有很大的影响 然后中途联赛其实也是越来越好 离不开球迷的这种对球队的支持 然后其实不光是我们吧 整个像我们去到很多的客场 其实大家球迷对这个联赛的这个帮助是非常大的 因为这个其实足球虽然说是球员在场上踢 但是也完全离不开球迷对我们 对这个球队的支持和鼓励 经过了星期一的休息 星期二的上午 上海生花队在康桥基地迎来球迷活动日 上海海港队则在世纪公园训练场 迎来了F1车队大使的访问 一个周末在上海进行的两场比赛 让人们感叹它的精彩 这份精彩不仅仅在于比赛的进球术 和场上的激烈程度 也不仅仅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城市之争 或者是得比之战 更是因为球迷们因为一座城市 一种陪伴而进行的选择 选择一支永远支持的球队 选择一种与足球为伴的生活方式 在中国顶级职业联赛 进入到第三十年的时刻 我们看到了属于中国足球的希望 这份希望来自于专注 来自于鼓励 来自于传承 来自于坚持 我们的节目展望的是上海得比的故事 但其实更多想讲的是 这么多年以来 中国职业足球的故事 无论是同城得比 还是城市地区之间的这些得比 在场上是对手 而对于球迷们来讲这是陪伴 90分钟内 大家投入的是激情 而在更长远的时间当中 大家投入的是长久陪伴的感情 无论是球队还是球员都是如此 每个球队的当家的球员都是大家的心头好 比方说苍州熊市队的奥斯卡 这绝对是在苍州球迷心目当中绝对的英雄 他也是把最近的火热的状态一直在延续 刚刚结束的比赛分泰战队的较量 虽然球队没有能够取胜 但是在最后时刻奥斯卡在门前的混战当中 还是把握住了机会 凭借着这类竞球 奥斯卡目前也继续是在射手榜上排在前列的 看岁数奥斯卡并不大 可是如果要看年头会发现 他已经是来到中国的赛场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如此火热的状态 再加上他自己的非常可爱的场外的个性 让大家对于他有更多的好奇 比方说就是人会问了 你是否会想要代表中国队来去参加比赛呢 对这样的问题 他是怎么回答的 风也 近日来自苍州熊市队的民主刚果前锋 奥斯卡塔地马里图 成为外界热议的话题 1999年出生的奥斯卡 已在中国效力长达7年 外界呼吁让奥斯卡入籍中国 加入中国国家队 2017年时任延边富德助教 来自民主刚果的佐拉 将年仅18岁的奥斯卡带到了中国 2020年奥斯卡加盟当时的石家庄永昌 如今奥斯卡已经成为这支球队 最受关注的球员之一 这种印号的衣服谁的衣服卖得最好 奥斯卡 能卖多少 我们看能卖多少吗 最多的时候卖过几百件吧 三四百件 第一次见到奥斯卡 是在一次赛前训练结束后 活泼 搞笑 同时又有些羞涩和腼腆 这是奥斯卡留给我们的第一印象 这样跟家人离得太远了 OK 谢谢 OK 谢谢 干嘛 谢谢哥 他说谢谢干哥 他忘了他是球包了 鞋包 生活中的奥斯卡是个活宝 奥斯卡非常喜欢恶搞 经常在训练之余恶搞队友 还在主教练赵俊哲过生日的时候恶搞主教练 别看奥斯卡场下很顽皮 到了场上却是非常专注 奥斯卡身体强壮 冲击力强 能够胜任前场多个位置 截至2023赛季 奥斯卡在中国联赛出场135次打进57球 其中2019赛季在陕西大秦之水 更是以22例进球 荣英当年中甲最佳射手 本赛季奥斯卡在前六轮比赛中连续四轮取个进球 正是这样出色的表现 让外界注意到了这位年轻的民主刚果前锋 在主场战胜长春亚太队后 奥斯卡遇见了他在陕西大秦之水的老大哥 前国脚杨昊 所以老队来讲 他很年轻 然后又不熟悉球队 也不熟悉西安这个城市 可能更多的照顾他 因为毕竟外缘嘛 然后又加上他小 所以可能尽多的 能尽可能在生活上更多照顾他一些 这天中午 奥斯卡和来自赞里亚的队友苏祖一起出去吃饭 奥斯卡平时非常喜欢音乐 在他的家乡民主刚果首都金沙萨 甚至专门有乐队为他写歌 奥斯卡最喜欢吃的中国菜是陕西面 但平时还是以西餐为主 这一天在翻译周青的陪同下 三人来到苍州的一家西餐馆 我们通过交流得知 奥斯卡的老婆和女儿都远在法国 奥斯卡还特意向我们展示了 他印有女儿照片的手机壳 我们吃过沙拉好了 来来来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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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吗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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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 封眼 过来 过来 那个那个 苏祖比奥斯卡大十岁 两人在非洲的时候就是好朋友 2020年两人同时加盟石家庄永昌 平日里两人就是球队了一对活宝 这对搞笑二人组经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他 他们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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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最初相识的时候 那时候 宿主还在 鲁本巴西那边叫 Mazam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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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zambi俱乐部踢球 但是奥斯卡还是个孩子 他场边上就当球童捡捡球 以前苏祖是他的 大明星 好吃 好吃 吃完饭奥斯卡和苏祖 来到苍州的一家射箭馆 这是翻译周青发现的一个好地方 平时他们经常来这里玩 在他们看来 这是除了吃中国菜和说中国话之外 另一种融入中国的方式 准备就绪后周青提出来一场 三局两胜的射箭三国赛 接下来我们现在要进行三国赛 二号把中国老周 三号把奥斯卡 四号把松竹 OK 好 开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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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簡單的 是很簡單地標籤 還是很簡單地標籤 很簡單地標籤 如果是很簡單 要這樣做 這個技巧性可能高一點 但是呢 還是在足球場上進球 我更喜歡 我爸 說實話我是真的是 用心地在對他們 他們也確實對我也非常好 俱樂部給我的要求 就是對他們有一個管理的 這種一個責任 所以說該管的時候 也管得很嚴 但是在工作之後的話 我們在一塊就非常開心了 4月14號 倉州雄獅迎來升班馬 青島西海岸隊的挑戰 這場比賽是奧斯卡和楊芸 在倉州的白場 賽前狂熱的雄獅球迷 來到球隊駐地酒店 用熱烈的歌聲 為球隊送行 當奧斯卡出現的時候 現場氣氛達到了頂峰 這場氣氛達到頂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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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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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體育場看臺上 球迷們專門為兩人打造了一處 數字100的標誌 在賽前合影時 奧斯卡和楊芸領到了印有數字100的紀念球衣 這場比賽奧斯卡雖然沒有進球 但球隊卻在落後兩球的不利局面下連班三球 最終實現了驚天逆轉 從石家莊到倉州 五年來 奧斯卡從一個青色的小夥 逐漸成長為球隊的領袖 總有很多艱難的時刻 奧斯卡都和球隊一起堅持了下來 當賽後現場播放起奧斯卡 白場紀念視頻的時候 這個總是面帶笑容的大男孩 潸然淚下 賽後 奧斯卡再一次接過了球迷帝國來的鼓 這是自去年開始 蒼州熊士隊的保留節目 五年來 奧斯卡對這裡早已有了深厚的感情 而球迷們也早已把奧斯卡 當成了自家的孩子 然後在這裡 就像我所說的 我在這裡有很多東西 在這裡有很多東西 在這裡有很多東西 我生了很多東西 我成為了這麼年輕 我這裡有很多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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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需要詳細 我可以甚至寫書 我去詳細 2020年其實我也在對 當時還總經理 其實他還是有點羞涩一點 加上他的這個 重複這種場景的比賽 也是在不斷的歷練當中 今年包括去年 其實他也在提升自信 提升自己場景的自信 越來越成熟 在現場過程中 奧斯卡帶走了一件 球迷扔給他的中國隊球衣 對於近期的熱點話題 奧斯卡對著我們的鏡頭 做了詳細的回應 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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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奥斯卡 一个真实真诚的快乐大男孩 而他的梦想 也许也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 我觉得只要是对咱们有利 或者说他能融入进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一个可行性的方案 规划奥斯卡 也是我们苍州雄狮球迷 对奥斯卡的一个期盼 可能时间会拖得比较长 但是也是非常希望 他能够在之后 能代表咱们中国队出战 能够争取打入世界杯 不管奥斯卡最后的去向和选择 到底是什么 其实还是回到那句话上来 那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联赛 可以让更多的球员 拥有稳定的竞技的状态 而球员的良好的竞技状态 又可以给我们的联赛 一个更好的观赏的水平 无论是球队还是球员 说到底还是那句话 大家都在期待着更长久的陪伴 因为当一直球队 尤其是在过去的这些年 咱们看到了太多球队的 这些离散之后 我们都会想到 那就是他们这些球队的解散 对于球员来讲 是职业生涯的可能一个断点 而对于球迷来讲 这是从自己的人生的经历当中 拿走了一块 这本身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 再回到国家队的赛事上面来 我们其实在看到6月6号的 这个中国队跟泰国队的 生死大战之前 我们想如果我们的联赛 可以在这之前 这14轮15轮的时间 给国小们以更好的 这个竞技的环境和状态 那也许我们到那场比赛的90分钟 我们就会有更大的把握 那么国奥队的真诚也还在继续 尽管现在咱们的男女族 都没有能够有机会 去参加巴黎奥运会了 可是接下来 还会有更年轻的队员 他们要去为 接下来四年的青春和梦想 去付出自己全部的努力 别忘了在下周一的 晚上的9点钟 我们还将继续为您送上 小鲁赛的最后一场 跟阿里昂球队之间的较量 国奥队已经无缘巴黎奥运会 但是他们的职业生涯 和他们的努力还在继续 就让我们在身后 做他们的最佳第12人 23岁以下亚洲杯继续进行 中国队小土赛最后一场 迎战阿联球队 足球之夜持续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